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船命名为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无舰舰 2012年9月25日 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 舰载机技术是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解决 我们在一起研究航母 研究舰载机 也研究飞行技术 积累了上百万字的技术数量 最终我们突破了桌舰技术 推开了舰载机飞行这三厚重的大力 全天飞行结束 甲板保持作业状态 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 要奋斗它就会有牺牲 一眼看着自己的腕肉 摔在自己眼前 这真是傻的 张超只说了一句话 我好疼啊 我以后可能再也飞不了了 有一段时间 我不能听别人说飞机两个字 包括听到飞机的轰铭声 没有任何一个人 因为发生飞行事故 而放弃舰载机的追求 当我们擦缸内水 当我驾驶电视舞飞机 落在山东舰的甲板上 当梦醒的力量 远远超越生死考验的时候 都能感觉到我们的胸肠中 那种像是谣生 为苦而争的信念 即将再危险 只是开始 进攻才是我们的实力 在远海 看到墨水一样深蓝色的 雷达上出现 外边飞机信号 我才真正感受到 什么叫 从浅蓝 走向深蓝 我的站位 在甲板以下 二十多米的升舱 那里是航母的心脏 我知道 中国航母总像塞蓝 其中 有我的一般微光 从辽宁舰到山东舰 再到现在的福建舰 先后在三艘航母上工作过 这是我曾经做都不敢做的梦 从首批的十几名女舰员 再到我们现在 有上百名女舰员 不只是航母的女舰员 整个航母编队也都在慢慢的壮大 作为航母编队属建 我们始终锚定 制胜未来战场 不断构建 现代海上夺战体系 目标在世纪之外 征途在星辰大海 这十年 我们一路风雨 一路前行 这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是 拓检成敌 从无到有 从怀悦到弹射 中国海军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 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也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是什么 梦想成真 clea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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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 ول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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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